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这期分享屌丝第132回,抽着烟,乔良拿出手机给蔡明海打了过去,两人聊了一下黄红梅的案子,乔良的意思很简单,让蔡明海坚决把案子彻查到底。 这是无需乔良多说,蔡明海其实也会做,只不过乔良这会在气头上,专门又跟蔡明海强调了一遍。 同蔡明海讲着电话,乔良看到门口有人影晃动,定睛一看,见进来的人是叶欣怡,乔良诧异了一下,叶欣怡还没回去。 同蔡明海说了句回聊,乔良挂掉电话看向叶欣怡,欣怡,你怎么还在? 刚参加完晚宴回来。 叶欣怡问道,对,刚从宪宾馆回来。 乔良点了点头,看着叶欣怡道,还是你舒服,找借口溜了,不像我,想走又走不了,结果留下来受了一肚子气。 怎么了?叶欣怡关心地问道,还能怎么? 下午你也看到了,那个吴江对我有成见,今天晚上的晚宴,没少加枪带棍地跟我说话。 乔良道,你跟那个吴董事长是怎么回事? 叶欣怡说着又半开玩笑道,乔良,我怎么感觉你很会得罪人,你来松北工作的时间不长,得罪的人却是一点不少。 乔良这话说的,什么叫我很会得罪人?乔良哭笑不得,这说明我工作认真,不畏强权。 你呀,降起来跟牛一样。 叶欣怡笑着摇头,没办法,我就是这个性格,有时候我自己也想,没必要事事较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 得过且过,但我过不了心里那个坎。 乔良无奈笑笑,在其位谋其正,既然当了这个官,我就得对得起组织,对得起群众,更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否则我还不如不干了。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咱们在体制里,适当的圆滑也是必要的,不可能事事按自己的想法干。 叶欣怡道。 嗯,我明白。 乔良叹了口气,就像安书记说的,妥协,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你知道就好,所以呀,有时候该退一步就退一步,别老是犯卷。 叶欣怡笑道。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乔良笑笑,走吧,咱们吃点夜宵去。 好啊。 叶欣怡欣然应允。 两人一起,从县大院走出去,在路边看到一家卖麻辣烫的小摊,叶欣怡以下食欲大动,转头期待地看着乔良,要不我们去吃麻辣烫吧。 行啊,都可以,每人高兴就行。 乔良笑道。 两人走到卖麻辣烫的小摊前,叶欣怡兴勿勃勃点了两份,随后两人站在边上等了起来。 两人说着话,叶欣怡突然轻移了一声,往乔良身上指了指,你身上怎么有个红点? 哪里? 乔良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 现在没有了,消失了。 叶欣怡眼里闪过一丝疑惑,奇怪啊,刚刚好像是有人拿那种类似激光手电的东西往你身上照。 是吗? 会不会是你看错了? 乔良笑了笑,又道,也许是哪个小孩子顽皮拿那种小激光手电乱照吧。 这附近没看到哪里有小孩子啊? 叶欣怡奇怪地看了看周围。 可能我们没注意到,脑,你的麻辣烫好了。 乔良笑道,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毕竟只是一个小插曲,有可能是叶欣怡看错了。 两人一人拿了一碗麻辣烫,边走边聊着,一个小红点再次出现在乔良身上。 但因为乔良在移动,旁边又不时有路人经过,那小红点很快又消失。 乔良先是送叶欣怡回宿舍,自个随即也回去。 次日,乔良照常来到办公室,上午处理了一会公务,十点多的时候,秘书傅明海走进来跟乔良汇报道,县长,农业局那边的反馈过来了,林内村适合蜜蜂养殖。 是吗? 乔良眼神一亮,那很好,我觉得可以在林内村推广养蜂养殖产业,把这当成村民脱贫致富的项目。 乔良是个雷厉风行的性子,说干就干,当即就让人安排车子前往南山乡,同时喊上了农业局的人。 一行人到了乡里,提前接到通知的乡干部到乡镇路口迎接,双方会合后直接前往林内村。 乔良在短短两天内第二次来到林内村,乡里的干部还是有些惊讶的。 不过得知乔良的来意后,乡里负责住点林内村的一名副乡长登时道,乔县长。 这个养蜂产业,之前我们乡里也有考虑过,鼓励村民们养殖,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为什么? 乔良皱眉。 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是钱的问题,村民们本就拮据,所以不敢贸然投入。 第二,缺少养殖经验,怕养不活,投入的钱最后打水漂。 那名副乡长说道,乔良文言若有所思,这倒是个问题,虽然他觉得这个蜜蜂养殖是个好项目,但如果村民不愿意干,那他再怎么吆喝也没用。 其实说来说去,还是钱的问题,村民们怕投入会亏损,主要还是因为没钱。 想了想,乔良转头看向农业局的同志,蜜蜂养殖技术,你们局里能提供技术指导吗? 这个没问题,我们可以专门请有丰富养蜂经验的人来指导,这个其实没多少技术门槛,很容易解决。 农业局的同志赶紧回答道, 那好,这个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钱的问题。 乔良又问,买一箱封大概需要多少投入? 大概要七八百块吧,总之不会超过一千。 那名副乡长回答道,他之前有专门了解过,所以对这个倒是挺清楚。 乔良听了道,这个投入也不是很高吗? 县长,买一箱封要七八百,如果买四五箱回来养,那就要投入小几千块。 对于富裕家庭来讲,这可能不算啥钱,但对这边的人来讲,几千块真不是一笔小钱。 村民们拿出来是没问题,但他们怕赚不到钱亏了,毕竟几千块可能是村民一年的积蓄。 副乡长解释道,听到这名副乡长的话,乔良恍然,账不是像他刚刚那样算的。 他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觉得一个封箱才七八百块投入,并没多少钱,但村民们的经济条件是跟他不一样的。 南山乡是全县最穷的乡,而这里内村又是乡里最贫困的村,这里的人经济很是拮据。 沉思片刻,乔良对乡里的干不到。 这样,回头你们乡里先安排人进村入户了解一下村民的意愿,看有多少人愿意尝试一下蜜蜂养殖,主要有什么顾虑,等等。 你们乡里先做一个调查统计,如果问题都集中在资金上的话,那回头咱们再想办法重点解决这个钱的问题。 好。乡里的干部赶紧回答道。 接下来的时间,乔良又在村里走访了一下,临近傍晚才返回县里。 对于林内村的脱贫工作,乔良无疑是上心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在会议上放了狠话,要在两年内让林内村脱贫摘帽,最主要的是他身为县长,必须起这么一个带头作用。 只有他真正上心了,下面的人看他这个县长在扶贫工作上如此尽心竭力,也才会跟着上心,否则有的只会流于形式做表面功夫。 回到县里,下班临走时,乔良还不忘了吩咐傅明海,小傅,林内村的事你要及时跟进,有消息了,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您放心,这是我会紧盯的。 傅明海答道。 乔良文言点了点头,没再说啥,下楼坐车前往市里。 提到方小雅,李有为看了乔良一眼,小乔,你和小雅最近有联系吗? 最近没有。 乔良摇了摇头,其实你和小雅挺般配的。 李有为看着乔良,我能感觉得出来,小雅很喜欢你,你现在又恰好单身,怎么不考虑考虑她。 老板,我一直都是把小雅当妹妹看待的。 乔良甘笑一下,又不是你亲妹妹。 李有为好笑地看着乔良,良子,说到这个,我得批评你,小雅这么好的女人,你要是错过了,将来连后悔药都没得吃。 乔良苦笑了一下,她和方小雅有很深的感情,但不知为何。 她对方小雅始终激发不起那种男女之间的情感,而更多的是一种兄妹亲情,因此,在对待方小雅的事上,她始终保持得很克制,而不是任由单纯的本能和欲望去控制自己。 听到李有为提到乔良和方小雅,一旁的顾书云也八卦起来,笑问道,良子,说实话,像小雅这样,又漂亮又善良又有钱的女孩子,你真的不喜欢。 嫂子,我一直都喜欢小雅,但我对她的喜欢,是哥哥对妹妹的那种喜欢。 乔良认真说道,顾书云文言哭笑不得,真搞不懂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要换成我是男的。 碰到方小雅这样的女孩子,早就娶回家了。 正因为你搞不懂,所以你才老了,现在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跟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了。 李有为笑呵呵道,行了,不说这个了,缘分这种事强求不得,良子和小雅要是有缘,他们早晚会在一起,如果没有缘分,别人再怎么撮合也没用。 涉及到乔良的个人私事,李有为并不想说太多,免得给乔良太多压力。 不过李有为还是很认真地提醒道,小乔,你现在是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婚姻大事还真得早点考虑,不能这样一直单身下去。 嗯,我知道。乔良点了点头,回答得有些敷衍,他对这事还一点准备都没有,甚至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两人很快就跳过这个话题,乔良端起酒杯道,老板,我敬您一杯。 好,乔县长敬我,那这杯酒我无论如何都要干了,不然对乔县长不敬。 李有为笑咪咪道,老板,您又拿我开涮了,在您面前,我永远都是良子。 乔良笑道,哪天你要是成了市长,我可就不敢叫你良子了。 李有为开玩笑道,那是很遥远,甚至不可能实现的事。 乔良笑道,这可不好说,古人说得好,王侯将相宁有种呼,你怎么就知道自己将来不能当市长? 大老爷们,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志气。 李有为笑了起来,再说了,你以前刚考上公务员的时候,敢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当上县长吗? 那时候确实不敢想,别说县长了,副县长都不敢想。 乔良眼里露出了追忆的神色,仿佛想到了年轻时候那个青涩的自己。 不只是乔良,李有为看着眼前的乔良,同样是感慨不已。 昔日自己手下的小年轻,当时在他看来还是乳秀未干的小子,现在已经成长为一线之长了,而且还是江东省最年轻的县长。 这要是在以前,李有为也都不敢想象乔良会有这样的成就,但这世间之事就是如此玄妙。 未来让人无法预测,却又往往出人意外。 两人边喝边聊,不知不觉喝到了九点,乔良今天晚上算是和李有为喝尽兴了。 两人干掉了一瓶白酒,一瓶红酒,最后还是李有为先叫停,否则两人还得继续喝下去。 从李有为家里喝完酒出来,乔良坐车回自己租住的公寓,晚上他要留在市里过夜。 坐车到自己租住的公寓小区门口时,乔良往车窗外看了一眼,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 书弟一愣,连忙叫司机停车,乔良原本放在车门上的手也收了回来,没有急着下车。 小区门口站着的是宋良和邵兵宇,两人不知道在说什么,只见宋良脸上不满笑容。 而且,乔良看到宋良做了一个动作,似乎伸手要去碰邵兵宇,但却被邵兵宇轻巧地躲开了。 不过宋良很快把手放下,最后不知道和邵兵宇说了几句什么。 乔良很快就看到宋良同邵兵宇挥手告别。 看到宋良离开,乔良从车上走下来,冲着邵兵宇的背影喊了一句,兵宇。 邵兵宇闻声回头,见是乔良,邵兵宇一下愣住,你回来了? 对,晚上回市里了。 乔良点点头,也不知道想到什么,邵兵宇瞅了瞅乔良,你刚才都看到了。 看到你和宋部长站在门口聊天吗? 乔良笑着反问。 邵兵宇轻点着头,有意无意地解释道,晚上不理有应酬,我也喝了点酒,宋部长怕我一个人喝了酒,独自回来不安全,就送我回来。 哦,那宋部长对你倒是挺关心的。 乔良点了点头,他原本没想问这事,没想到邵兵宇倒主动解释了。 宋部长人挺好,对下面的干部也很和气。 邵兵宇又多说了一句。 乔良点点头,突然不知道说什么,自从叶欣怡从省里戒调回来后,乔良发现邵兵宇就一直在刻意回避他。 这回酒精上头,乔良情不自禁伸出手拉住了邵兵宇,兵宇。 乔良还没说完,邵兵宇就有些慌乱地推开乔良的手,羞道,你干嘛,这回还在外面呢? 听到邵兵宇这话,再看看邵兵宇娇羞的小脸蛋,乔良身体的火一下被勾了起来,坏笑道, 兵宇,你的意思是不在外面的话,就可以。我啥也没说,你别乱猜。 邵兵宇红着脸打断乔良的话。 两人说话时,一个红点出现在了乔良背上,随后慢慢移到了乔良后脑勺,然后缓缓定住,只是两人都没有发现。 乔良此时不知道,一股致命的危险即将来临,此刻的他,看到邵兵宇那害羞的迷人姿态,有些控制不住心头的躁动,突然往前一步抱住了邵兵宇。 正是这一举动救了乔良一命。 这时候,砰的一声闷响同时响起。 乔良身体一下僵住,感觉整个身体右上边都失去了知觉,随之而来的是钻心的剧痛。 原本应该打到乔良后脑勺的一枪,打到了乔良右背上。 邵兵宇起先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愣了片刻才明白过来,乔良遭到枪击了。 啊,因为惊吓,邵兵宇发出一声尖叫。 乔良,你,你没事吧? 邵兵宇惊慌失措蹲下来,看着因为剧痛而半跪在地上,一张脸痛得扭曲的乔良。 我,我没事,乔良下意识回答着,大脑一片空白。 救护车的声音响起。 宣传部长宋良第一个接到邵兵宇打来的求助电话,闻听乔良遭受枪击,宋良吓了一跳。 以为自己听错了,直至确认无误后,宋良赶紧安抚邵兵宇,一边又连忙给市医院打了电话过去,帮忙安排最好的医生。 打完电话后,宋良游自有些震惊,这消息太突然太吓人了。 短暂的失神后,宋良突然想到昔日劳领导廖古风对乔良的关心和喜爱,陡然回过神来。 对,这事必须马上给廖古风汇报,否则他回头肯定要被廖古风批评。 宋良想着,立刻拿出手机拨打廖古风的电话。 晚上快十点,这个时候,廖古风正坐在家里看书,这是他一天当中难得的休闲放松时刻。 熟知廖古风作息的工作人员,通常不会在这个时间打扰廖古风,除非有什么急事。 听到手机响,廖古风拿起来看了一眼,眼里闪过一丝诧异,宋良打来的。 这位他昔日的秘书,如今,虽然还和他保持联系,但因为他,毕竟已经调离江东了。 宋良除了节日固定打电话来向他问候外,平常其实也不敢随意打电话来叨扰他。 因此在这个时候,看到宋良打来电话,廖古风还是有些意外的。 接起电话,廖古风道,小宋啊,什么事? 廖书记,乔良遭受枪击。 宋良没有多废话,第一时间说道。 你说什么? 廖古风此刻的反应同宋良刚才如出一辙,也以为自己听错了。 廖书记,乔良遭受枪击了。 宋良又重复了一遍。 确认自己没听错,廖古风脸色一变,转头看了一旁正看电视的吕倩妈妈。 廖古风站了起来,走到外面阳台去接电话。 小宋,具体怎么回事? 小乔现在如何? 有生命危险吗? 廖古风接连发问。 廖书记,具体我还不清楚怎么回事,乔良现在正送去医院,我也正要赶去医院。 宋良答道。 好,你赶紧去医院,弄清楚小乔的情况后,立刻给我打电话。 廖古风肃然道。 好,有什么最新消息,我会及时向您汇报。 宋良忙不迭点头。 两人打完电话,宋良也已经在赶去医院的路上。 电话这头,廖古风面色凝重,拿着手机下意识滑动着通讯路,最后定格在郑国宏的名字上。 沉思片刻,廖古风终究没有给郑国宏这个江东省一把手打电话。 一来是因为现在还没弄清楚什么事,他贸然打着电话不合适。 二来,乔良身为县长,遇到这种事,即便是上报到省里,也会让省里震动。 所以,就算他不给郑国宏打招呼,江东那边照样会彻查此事。 想了想,廖古风转给安哲打了过去。 电话接通,廖古风道,安哲同志,休息了吗? 还没,廖书记,你有什么指示? 安哲没想到,这么晚廖古风还给他打电话,以为有什么重要事情,脸色都严肃了起来。 还没休息的话,你来我这一趟。 廖古风说道,安哲如今也搬到了省里给班子领导安排的别墅小院居住,距离廖古风的住所不远,走路过来也就几分钟的事。 听到廖古风让他现在过去,安哲看了下时间,颇为意外,这个点廖古风还让他过去。 没有多问什么事,安哲点头说了声好,随即挂了电话。 来到廖古风的住所,安哲进屋后,廖古风朝他招招手,走,我们进书房谈。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吕倩妈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见廖古风这么晚还叫安哲过来。 嘴里嘟弄了一句,你们这些当领导的都不休息的吗?这么晚了还谈啥工作? 安哲冲吕倩妈妈打了声招呼,听到这话的他,同样不知道啥情况,此时脑子里是一头雾水。 进了书房,廖古风示意安哲坐下来,一边道,安哲同志,乔梁那小子又出事了。 刚刚宋梁给我打电话,说他被人枪击了,目前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什么? 安哲豁然而起,神色颇为震惊。 坐下。 廖古风看了安哲一眼,伸手做了个向下按的动作,都还不知道什么情况,你急什么。 廖书记,那小乔现在怎么样了? 安哲着急地问道,刚刚宋梁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小乔正送往医院,情况还不清楚,但既然还能送去医院,说明还有得救,我相信小乔吉人自有天象,不会有事的。 廖古风嘴上虽然这样说,心里其实也有点打鼓,对乔梁的情况并没有把握,毕竟他是往乐观方面去想。 安哲听到廖古风的话,下意识点头,喃喃道,怎么会被人枪击呢?是什么人敢这么大胆? 廖古风无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不过,这会没人能告诉他们。 顿了顿,廖古风道,安哲同志,我叫你来,是想给你放两天假,回江东一趟,了解下小乔的情况,如果小乔没事,你也带我看望一下他。 安哲文言立刻站起身,好,我安排一下工作,明天一早就飞回江州。 嗯。 廖古风点点头,他之所以安排安哲回去,一来是因为安哲和乔梁的关系, 二来,廖古风深知自家那傻丫头对乔梁情根深重,要是让吕倩知道乔梁被枪击了, 还不知道得急成啥样,所以廖古风也才会主动安排人去关心了解乔梁的情况。 而安哲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安哲这回也想明白了什么,对廖古风道,廖书记,谢谢您。 谢我干什么,你关心小乔,我也关心小乔吗? 廖古风说着叹了口气,不过这小子可真是让人不省心。 安哲对廖古风这话深以为然,乔梁这小子确实是太让人不省心了, 这短短不到一年,已经是第二次出事了。 江州市 市长郭兴安接到乔梁出事的消息时,已经是几分钟后,得知乔梁被人枪击。 郭兴安同样大吃一惊,第一时间就赶往医院。 同一时间,洛飞住所。 晚上难得早一点回来的洛飞,和赵小兰坐在客厅看着电视台的晚间新闻, 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赵小兰仍在说着王庆成的事。 要让洛飞历见王庆成担任是捡一把手的职位,洛飞这会颇有些敷衍地回应着。 接到秘书薛远打来的电话,洛飞接了起来, 小薛,什么事?洛书记,我刚接到消息,桥梁被人枪击了。 薛远跟洛飞会报道。 啥?洛飞惊呆了,短暂地发愣后,洛飞反应过来,随之而来的是狂喜,几乎是脱口而出。 那桥梁怎么样了?死了没有? 现在听说已经送往医院抢救,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薛远说道。 这样啊。 洛飞眼里闪过一丝失望。 话刚出口,洛飞马上意识到自己表现出这样的态度不大合适, 她好歹是江州市一把手。 在外人面前,总要表现出一点胸襟和格局。 嗯,好在薛远是自己人,这倒没什么关系。 洛飞心里想着,很快证了证神色,道。 小薛,马上安排车子过来接我,我要去趟医院。 吩咐完薛远,洛飞站起身,她得去医院一趟,一来是想早点知道桥梁那死了没有。 二来,发生这么大的事,她这个一把手总得去录个面,展现一下姿态。 赵小兰刚刚听到了洛飞接电话,虽然不知道桥梁发生了什么事。 但她也听到洛飞开口问桥梁死了没有,这会不由好奇道,老洛,发生啥事了? 桥梁被人枪击了,我得去医院录个面,做做样子。 洛飞说道, 啊?赵小兰经的小嘴微张,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年头,谁这么胆大,敢拿枪打人啊? 谁知道呢?桥梁那小子狂得没边,指不定得罪傻狠人了,这不被人打了黑枪。 洛飞呵呵一笑。 桥梁这回生死未卜,见洛飞用幸灾乐祸的口气说话,赵小兰赶紧提醒道,老洛,待会去了医院,你可得注意下姿态,别让人觉得你幸灾乐祸。 我当然知道,你当我是那么没脑子的人吗? 洛飞没好气地说道,我只是提醒下你,免得你不经意间把真实态度流露出来,给自己招惹闲话。 赵小兰撇嘴道,就算我把真实态度表示出来又如何?我是江州市一把手,谁敢说三道四? 洛飞瞪眼道,你看看,你这人非要跟我抬杠。 赵小兰白了洛飞一眼,反正你,自个注意一点,这个结果眼上,别给自己招惹是非,毕竟这也不是小事,这种事恐怕还会惊动省里的领导。 听到妻子这话,洛飞才没再说什么,她当然知道,这不是小事,否则她就不会这个时候去医院了,虽然看桥梁不爽,但她这回也得把姿态做足了,当然了,桥梁最好是死了。 和妻子赵小兰又说了几句,楼下车子到来后,洛飞便坐车离去,赵小兰将洛飞送到了楼下。 看着车子离去,赵小兰站在原地微微发呆,她对桥梁倒没什么特别不好的观感,甚至有时候看到桥梁那俊朗的面孔,她还会将桥梁和魏小北对比,心里产生过某种幻想。 这回看着洛飞的车子消失,赵小兰心说桥梁可别出事才好,要是这么年轻就死了,那真是太可惜了,不过这话她也就在心里想想,她知道洛飞对桥梁很是厌恶,所以不会在洛飞面前说桥梁什么好话。 桥梁被枪击仪式迅速传开,一时间,整个江州都震动不已,因为这样的事实在是骇人听闻。 洛飞赶到医院时,市长郭兴安已经提前一步到达,至于宋梁,他是最早来到的是领导。 几乎和洛飞前后脚,楚衡也来了,紧接着,冯运明、郑始东、陈子玉等是领导也都一一到来。 略显狭窄的医院抢救室门口,一时间,竟是聚集了十班子的领导。 看着抢救室门口,心里巴布的桥梁赶紧死的洛飞,这会却是紧绷着脸,面色沉重地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桥县长怎么会被人枪击?谁在现场第一个发现情况的? 听到洛飞问话,宋梁转头看了邵宾宇一眼,答道,当时邵副部长和乔县长在一起,他是第一个发现乔梁被枪击的。 宋梁说着,对邵宾宇道,邵副部长,你给洛书记说下情况。 邵宾宇一直处于失神的状态,目光紧紧盯着抢救室的门,听到宋梁问话,邵宾宇的眼睛动了动,转头看了看洛飞,依然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难难道,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就和乔县长在说话,然后乔县长痛叫了一声,过了片刻,我才发现他是被枪击了。 剑少兵宇完全不在状态,宋梁补充了一句,洛书记,现在应该还不知道凶手是谁,警方那边还没消息。 洛飞闻言,转头望了一眼周围,鲁明呢?他没过来。 听到洛飞的话,楚衡道,没看到鲁副市长。 洛飞口中的鲁明是副市长兼市局局长鲁明。 楚衡话音刚落的刹那,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鲁明的身影出现在走廊上,快步朝这边走来。 鲁副市长,你来得正好,洛书记正在询问桥梁的事。 楚衡朝鲁明说道。 鲁明点了点头,道,洛书记,我刚从事发现场赶过来,得知桥县长被枪击。 我第一时间就带队前往现场,现在我们的刑侦人员还在现场勘查。 查到什么没有? 洛飞问道。 暂时还没,需要一点时间,因为事发时间是晚上,桥县长所在的方位又是监控死角,所以给案件侦查带来一些难度。 鲁明神色肃然,不过洛书记放心,我们一定抽掉精兵强将,权力破案。 洛飞闻言,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他也就是装个姿态问一问,案子破不破,他又岂会真正去关心,甚至他还巴不得桥梁死,所以,就算案子最终没破,他也无所谓。 这时候,市长郭兴安出声道,鲁副市长,我希望你们市局尽快破案,将凶手缉纳归案。 发生这样的事,简直是骇人听闻,而且还是在市大院门口对面,影响更是恶劣。 简直是无法无天,这要是传出去,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江州的治安差到了何等地步。 郭兴安这话提醒了洛飞,在郭兴安说完后,洛飞当即看向宋良,道,宋部长,你们宣传部门要做好后续的新闻管理工作,不要让媒体乱报道。 毕竟这样的事影响极其不好,尤其是最近咱们江州的负面新闻已经不少了,不能再让一些媒体借机抹黑咱们江州的形象。 好,我明白。宋良点了点头,这是他的职责范围。 洛飞吩咐完,没再说什么,下一时看了下时间后,洛飞呆得有点不耐烦,但又不好意思,来了,就立刻走。 洛飞待了半个多小时后后,先行离开,其余跟乔良没什么特殊关系的,也相继离去。 这时候还在的,只剩下市长郭兴安,组织部长冯运明,是纪律部门一把手正事动,以及陈紫玉,宋良,包括常务副市长楚衡也没离开。 楚衡看了眼另外几人后,眼里闪过一丝一色,乔良竟然在不知不觉间,获得了好几个市里重量级领导的器重和青睐。 这有点出乎他的意料,现在在场的领导,除了郭兴安这个市长之外,冯运明,郑始动,陈紫玉,宋良,这几人可都是是班子的成员。 这小子还真的成长起来了,市里边有这么些人支持他。 楚衡心里暗暗想着,眼神闪烁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楚衡正想着心事,刚刚没来的徐鸿刚这时候才姗姗来迟地出现,溥一过来,徐鸿刚就表现出一副着急的样子,关心地问道,乔良呢,怎么样了? 徐书记,乔良还在抢救市里。 楚衡主动答道, 哦,那情况如何了?有没有生命危险? 徐鸿刚再次追问道, 现在还不清楚,我们也在等待结果。 楚衡说道, 徐鸿刚闻眼点了点头,目光头像抢救市,脸上闪过复杂的神色,因为夜心疑。 徐鸿刚对乔良十分厌恨,但这厌恨,还不至于让徐鸿刚恶毒地希望乔良去死。 只是一想到乔良如果没事,今后还会和他抢一心仪。 徐鸿刚内心深处又隐隐希望乔良有事,这是一种矛盾而又复杂的心态。 一旁,楚衡悄悄瞥了徐鸿刚一眼,眼里闪过一丝鄙夷,楚衡心里其实是瞧不起徐鸿刚的。 康德旺和徐鸿刚是老同学,而楚衡现在因为和康德旺的密切关系。 从康德旺那里了解到徐鸿刚不少事,知道徐鸿刚做事虚伪,尤其是徐鸿刚在安折调离后的立场转变,更能看出这个人骨子里是个墙头草。 虽然楚衡自格也不是什么好鸟,但他还真就看不上徐鸿刚这样的人。 几个人默默等着乔梁手术的消息,一时间没人说话,彼此心思各异。 这时,冯运鸿的手机响起,冯运鸿看了下号码,目光一明,不动声色朝走廊另一边走去,直至离开一点距离,冯运鸿才接起手机,一脸恭敬道,安不找。 电话是安折打来的,这回安折没心思跟冯运鸿寒暄,开口就问道,老冯,小乔怎么样了? 安部长,小乔还在抢救,您放心,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给您打电话。 冯运鸿说道,好,有消息的话立刻通知我,不管多晚。 安折声音凝重,又道,明天我就回江州。 安部长,您明天回来。 冯运鸿惊讶道,嗯,我明天从京城这边直飞江州,已经订好机票了。 安折道,安部长,那我明天去机场接您。 冯运鸿赶紧又道,不用,你忙你的,明天我到了,直接去医院。 安折婉拒了对方接机。 冯运鸿文言也没再坚持,心里却是颇为感慨,安折对乔良真的是太关心了,不得不说。 乔良确实是好福气。 两人又简单说了几句,这才结束通话。 冯运鸿走回原来的位置后,并没有和其他人说安折打了电话过来,只是看向抢救室门口。 心里替乔良祈祷起来,心说乔良可得挺过这一关,要是挺不过去,那明天安折回来,可真的就是给乔良送行了。 众人默默等待,快十二点时,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看到医生走出来,几人立刻上前,问道,病人如何了? 医生似乎也知道,面前几人都是市里的领导,连忙恭敬地打道,没有生命危险。 子弹打在病人右肩部位,万幸没伤及要害,现在子弹已经成功取出。 好好,没事就好。 郭兴安松了口气,他对乔良还是挺欣赏的,再加上又有安折这层关系,打心眼里,不希望乔良出事。 不过郭兴安这会也不知道,安折明天要回来,见乔良没事,郭兴安转头看向其他人,道,乔县长没事,大家都可以放心了,现在乔县长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 我看咱们也别在这里影响乔县长休息了,大家都回去,明天该干嘛干嘛,不要影响了工作。 此刻,听到乔良没事的消息,楚衡和徐鸿刚脸色各异,徐鸿刚在松口气的同时,眼神又好似有些失望,神色复杂。 而楚衡,仿佛是真的关心乔良,神色一下轻松起来。 在场只有冯运明等真正关心乔良的人是发自内心为乔良感到欣慰和高兴。 从医院出来,冯运明看了下时间,这会虽然已经凌晨了,冯运明还是第一时间给安折打了过去。 电话才刚打,安折那边立刻就接了起来,冯运明愣了一下,随即恍然,安折是一直在等着他的电话。 顾不得多想,冯运明道,安部长,小乔没事,子弹打在他的右肩,医生说没伤及要害。 好,没事就好。 安折尝出一口气,声音有些激动,到了这回,安折一颗心才真正放下。 安部长,小乔一看就是个有福相的人,肯定不会有啥事的。 冯运明笑道,这小子哪都好,就是太让人操心了。 安折扎扎嘴,这种事其实也不能怪小乔,毕竟谁也不愿意挨枪子。 冯运明替乔梁说了句话,他是不想,但这小子性子倔,容易得罪人。 安折知道乔梁没事,心情也轻松起来,又道,好了,时间也不早了,老冯,你也早点休息,咱们明天见。 好好,明天见。 冯运明笑着点头。 随着麻药退去,乔梁醒来时,已经是半夜,这时候只剩少冰雨守在床边,看到乔梁醒来,少冰雨喜极而泣,你醒了。 怎么还哭了? 乔梁看到少冰雨流泪,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轻声道,别哭了,再哭就成花猫脸了。 你还笑,都受伤了。 少冰雨泪眼模糊地看着乔梁,一脸心疼,又死不了,难不成还哭吗? 乔梁故作轻松地笑道,他娘的,也不知道哪个生孩子没屁眼地打我黑枪。 肯定是你得罪人了,不然人家干嘛无缘无故打你黑枪。 少冰雨说道,我没得罪谁啊。 乔梁皱起了眉头。 不可能,你要没得罪人,人家打你黑枪干嘛,接上那么多人,人家怎么不打别人。 少冰雨又道,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活该被打似的。 乔梁笑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这人,故意曲解我的话。 少冰雨娇称道,见乔梁脸色有些苍白,少冰雨不由又心疼,行了行了,你别说话了,你刚醒来,现在要好好休息。 乔梁点了点头,没再说啥,他现在确实连说话都费劲,一张口就感觉右肩传来震痛。 嘴上没说话,乔梁心里却是暗自琢磨起来,到底是谁枪击他。 仔细回想着最近的工作,乔梁脑袋里闪过一个个人影,要说他私下跟人结仇,那倒没有。 但如果是因为工作而得罪人,那还真不少,只是因为工作上的矛盾就要他的命,你嘛,那也太夸张了吧。 想着事情,乔梁昏昏沉沉睡了过去,第二天醒来时,乔梁入眼看到的依然是少冰雨。 见少冰雨顶着两个黑眼圈,乔梁愣了一下,冰雨,你不会在我床边守了一夜吧? 我不守着,谁来照顾你? 少冰雨看了乔梁一眼,回答道,听到少冰雨这么说,乔梁心里感动,谢谢你。 跟我还说这些干嘛? 少冰雨撇撇嘴,似乎有些不高兴。 好,那我不说了,收回刚才的话。 乔梁笑呵呵地说道,一动不动看着少冰雨,此刻的少冰雨,哪里还有半点冰美人的样子,更像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 少冰雨这时打开一个保温盒,你刚做完手术,医生说你,只能先吃些留置食物。 我早上赶回去买了条鱼,熬了鱼汤,用鱼汤给你煮了细面,你先吃点。 听说喝鱼汤还有助于伤口愈合,你懂得还真多。 乔梁笑笑,看着忙活的少冰雨,心里涌动着莫名的情感。 每到这时候,乔梁总会想到再组建一个新的家庭。 只是这样的感触,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 真要让乔梁做出决定时,乔梁又不知该如何选择,对婚姻又会有一些恐惧。 人,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结合体。 吃吧,多不补才能恢复得快。 少冰雨把碗端到乔梁跟前说道。 好。 乔梁点点头。 吃着面,乔梁看到少冰雨略有些疲惫地坐在一旁,不由道,冰雨,你待会直接回去休息吧。 我看你也挺累的。 我回去了,谁来照顾你? 少冰雨看着乔梁。 我都醒了,不用人照顾。 乔梁笑道。 就喜欢逞强。 少冰雨翻了翻白眼,没再理会乔梁,直接闭起眼睛休息。 那一丝显然表明要留下来照顾乔梁。 就在乔梁和少冰雨说话时,松北县通往市里的高速上,几辆车子正行驶在高速上。 县书记苗培龙,副书记叶欣仪等人,各自坐在一辆车上前往市里。 车上,苗培龙抽着烟,注视着窗外,神色怅然。 苗培龙是早上才知道乔梁被枪击的消息的。 听到这消息的时候,苗培龙差点没高兴地跳起来,但一听说乔梁没事,苗培龙的心情瞬间又跌入谷底。 暗骂乔梁这小子真是命大,被人打黑枪了都没死,命跟蟑螂一样硬。 骂归骂,苗培龙又不得不来市里探望乔梁,毕竟发生这么大的事。 他这个当书记的不过来露个脸也说不过去,听说昨晚是班子的领导都去医院看过桥梁了。 车子到了市里后,苗培龙和县里的其他领导一起前往病房看望桥梁,原本并不宽敞的病房一下变得拥挤起来。 叶欣仪看到桥梁躺在病床上,眼睛红红的,但很快又将自己的情绪收敛起来,免得其他人看到后会产生什么联想。 苗培龙只是来做下样子,露个脸,向征兴说了几句关心的话后,立刻就走了,仿佛一刻也不想多待。 叶欣仪独自留了下来,看到邵冰宇在照顾桥梁,叶欣仪才放心不少,对邵冰宇道,冰宇,这些天可得多辛苦你,把桥梁照顾好。 叶欣仪,这回并没有把桥梁和邵冰宇的关系往其他方面想,但邵冰宇却是自己心虚,眼神有些闪烁道,欣仪,要不你来照顾她吧。 叶欣仪没注意邵冰宇的神色,她这回目光都在桥梁身上,听到邵冰宇的话,叶欣仪摇头道, 我留下来不合适,我在松北工作,要是专程留下来照顾她,难保不会传出风言风语。 叶欣仪顾虑的比较多,而且,她现在看到桥梁没事,心里也放心下来。 这时桥梁道,你们都不用留下来照顾我,我自己能行,待会小夫会过来,有她在就行。 傅秘书一个男人,哪有女人心细,再说了,她会做饭吗?她会熬汤吗? 叶欣仪看着桥梁,你一个病好,就别多说话了,有人照顾,你你就偷着乐吧。 合着我受伤了,就连说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吗? 桥梁笑道。 桥梁说完,突然想起一事,赶紧拿起手机看了起来,心说她这事不会被媒体报道出去了吧。 桥梁可不希望媒体报道这事,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父母看到,免得父母担心。 拿起手机看了一回,发现没有关于她的新闻后,桥梁才放心不少。 不过很快,桥梁又嘀咕起来,我这是竟然没有媒体报道。 邵宾宇听到桥梁这话,解释道,昨晚洛书记发话了,要宣传部门做好后续的新闻管理工作,不让媒体随便报道。 所以,肯定是我们宣传部做工作了。 原来是这样。 桥梁恍然,这要是宣传部门提前做了工作,只要本地媒体没人曝光出去,网上自然不会有什么丰盛。 桥梁对这事倒也乐见其成,因为她也不愿意看到媒体大肆报道她这事,回头指不定网上还会被杜撰出各种版本来。 叶欣怡待到快中午才离开,桥梁的秘书傅明海则是赶过来帮忙照顾桥梁。 这样一来,邵冰宇就不用一直在医院里陪护。 中午吃过午饭,桥梁正准备休息一会,突然听到门外响起一阵脚步声。 桥梁心想,这会又有谁过来了不成。 转头看去,看到门口出现了安哲身影,桥梁一下呆住,安书记。 安哲快步走进来,上下打量了桥梁一眼,看到桥梁精神状态不错。 安哲紧绷的脸上才露出了些许轻松,过来拍了拍桥梁的手,你小子没事就好。 安书记,您怎么来了? 桥梁这回还有些发猛,安哲不是在西北吗? 怎么突然就出现在这里了? 安部长听说你被枪击,着急得很,昨晚一直在等我的电话,并且订了今天早上的机票回来。 陪在安哲身后的冯运明道。 桥梁文言,眼睛书地红了,动情地看着安哲,安书记,您。 大老爷们不要矫情。 安哲呼了口气,你没事就好,不过你小子的性格得改一改,别老是得罪人。 安书记,不是我得罪人,而是事情非要找上我。 桥梁苦笑。 安哲听了目光微沉,转头看向冯运明,小乔这事,有什么眉目没有? 暂时还没有,市局在查,目前还没听到有什么消息。 冯运明摇头道。 安哲点了点头,看向桥梁道,你好好养伤,案子相信市局会调查清楚。 桥梁点点头。 安哲接着又道,廖书记也很关心你的情况,我这次回来,也代表了一部分廖书记的意思。 谢谢廖书记。 桥梁再次感动。 你是该谢谢廖书记,我可是很少看到廖书记对一个人这么关心。 安哲点点头,你回头记得亲自给廖书记打个电话。 我会的。 桥梁点头,廖古峰这么一个大领导能始终惦记着自己,桥梁自然知道这份情意有多重。 虽说廖古峰对他的关心可能有一部分吕倩的因素在里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廖古峰对他原本就十分照顾,桥梁心里一直谨记着。 就在桥梁想到吕倩时,远在京城的吕倩,这回一个电话打到了廖古峰那里。 廖古峰刚接起电话,就听吕倩说道,爸,我要调到江州去。 听到吕倩没像平时一般称呼廖大人,而是直接喊爸,廖古峰心头咯噔一下。 对呀,往往吕倩这么喊的时候,就是事情没得商量了。 廖古峰心里大概猜到了是什么事,嘴上还是问道,小倩啊,你在部里不是工作得好好的吗? 怎么又想到下面去了? 爸,桥梁被人枪击了,你知道吗? 吕倩问道,这,廖古峰语色,他要说自己早知道了,估计要把宝贝闺女惹毛了。 吕倩怕是要怪他不早点跟他说,要说不知道吧,又有点违心。 好在吕倩没有追问下去的意思,静止诱导,爸,我要去江州调查这个案子,看是谁枪击桥梁的,我一定要把他抓出来。 廖古峰听到这话哭笑不得,我的吕处长呦,瞧吧你能耐的,人家江州市局那么多能人,还怕不能把案子查得水落石出。 你以为你一个姑娘家,比别人都厉害,我就是比别人厉害。 吕倩颇有点自傲,又道,反正我就是要亲手查这个案子。 哎,可你之前不是才去江州挂职过吗?这次又去江州,有点不大合适吗? 廖古峰说道,之前是挂职,我这次要正式调过去。 吕倩认真说道,听到宝贝闺女的话,廖古峰无奈地笑了起来,这闺女为了乔良的事可真是上心,果然,女大不中流啊。 小倩,你要想清楚了,工作调动可不是儿戏,下去容易上来难。 廖古峰正色道,她对吕倩的仕途有自己的规划,并不太赞成吕倩调到江州。 爸,我想得很清楚,我就是要调到江州去。 吕倩很坚定地说道,廖古峰听到这话苦笑不已,她对闺女的性格再了解不过,一旦做了决定的事, 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现在闺女给她打电话,显然也不是和她商量,而是要她帮忙办这事。 想了想,廖古峰委婉道,小倩,正式调动和挂职毕竟不一样,也不是你想调过去就能立刻调过去的。 爸,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你在我眼里可是神通广大,没有你办不了的事。 吕倩嘻嘻笑道,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廖古峰无奈道,爸,我看你是故意不想帮我办吧。 李倩娇哼一声,吕处长要生气了。 行行,我试试。 廖古峰嘴角抽了一下,韦石是被这个宝贝闺女拿捏得死死的。 李倩听到廖古峰答应下来,脸上才有了笑容, 爸,那你可得尽快,我马上就要到江州。 知道了,你这像是求人办事吗? 人家求人办事还得说点好话,你还威胁起我来了。 廖古峰笑道,拿这个宝贝闺女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两人聊了几句,结束通话,电话这头的李倩呆了一下,又给乔良打过去。 李倩并没有跟乔良说要调到江州的事,而是单纯关心一下乔良的伤情,让乔良好好养伤。 李倩之所以会知道乔良被枪击的事,是因为他从原来江州市局的同事那听到了这个消息。 他之前毕竟在江州市局挂职了一段时间,结交了几个好朋友。 有人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吕倩。 吕倩和乔良通完电话后,就开始收拾东西,提前准备交接工作好,前往江州。 他相信父亲肯定能帮他搞定工作调动的事。 江州这边,安哲在医院里看望完乔良后,同冯运明一起离开医院,还没吃午饭的安哲。 在医院边上找了一家快餐店,招呼冯运明一起进去吃。 坐下后,安哲对冯运明道,老冯,我难得回来一次,你张罗一下,组织个饭局,晚上我和大伙一起吃个饭。 听到安哲要张罗饭局,冯运明神色一阵,问道,安部长,您想请来几位? 你觉得呢? 安哲看了冯运明一眼,海涛兄肯定要的,还有郑士东。 冯运明接着略带犹豫地看了安哲一眼, 郭市长要请吗? 郭兴安,安哲念叨着郭兴安的名字,略意思考。 这样,我亲自给他打个电话,他要是愿意过来,那自然是最好不过。 您要是给他打电话,相信郭市长很乐意来的。 冯运明笑道,对了,要不要把陈子豫也叫上。 冯运明再次征求安哲的意见。 听冯运明提到,政法系统的一把手陈子豫,安哲目光微闪,陈子豫这人,以前在市里比较中立,但做事较为公允,而且他在江州主政后期,陈子豫对他的工作也颇多支持。 安哲寻思着,就听冯运明诱导,陈子豫对小乔也挺欣赏和照顾的。 昨晚小乔送到医院抢救时,陈子豫立刻就赶来医院了,而且待到很晚。 嗯,那就连他一块请了吧。 安哲点了点头。 好。 冯运明笑着点头,把要请的人记下,接着冯运明突然想到徐鸿刚,眉头一下拧了下来。 怎么了? 安哲注意到冯运明的神色,问道。 安部长,徐鸿刚那边,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冯运明问道。 听冯运明提到徐鸿刚,安哲眼里闪过一道金光,他对徐鸿刚的观感并不是特别好。 在他快要从江州调走时,徐鸿刚就表现得十分圆滑,颇有点本性毕露。 安哲不大喜欢这样的人。 想了想,安哲也没有立刻拒绝。 而是反问冯运明,你觉得徐鸿刚这人怎么样? 这个,怎么说呢?徐鸿刚这个人小心思比较多,不是一个很能交心的人。 冯运明尽量用客观的话去评价徐鸿刚。 安哲听了笑笑,既如此,算了吧。 安哲说完心里有点惋惜的,最早的时候,他对徐鸿刚还是挺欣赏的。 只是随着对徐鸿刚的认识加深,安哲对徐鸿刚这样的人就有些排斥了。 两人一边吃饭一边定下了今晚参加饭局的人,安哲之所以要张罗这样一个饭局,主要是为了感谢这些人对乔良的支持和照顾。 其次,也是为了让众人彼此之间形成更紧密的联系。 就在安哲和冯运明吃饭时,市大院,洛飞的秘书薛元轻轻推了下办公室的门,走进办公室。 今天中午,洛飞没有回去,午饭还是薛元送进办公室来给洛飞吃的。 这回,早就吃完饭的洛飞正拿着手机,不知道在跟谁发信息,还没午休。 薛元走到办公桌旁轻声道,洛书记,我听人说安哲部长回来了,有人在医院看到了他。 是吗?洛飞神色一愣,手头的动作停了下来。 看到洛飞的反应,薛元没多想,下意识道,洛书记,您是不是要给安哲部长打个电话? 我给他打电话干什么?洛飞瞪着薛元,他安哲是西北的组织部长, 又不是江东的组织部长,他还能管到我头上来。 我凭什么给他打电话? 薛元被洛飞的反应吓了一跳,一下结巴起来,不知道说什么。 此时此刻,薛元突然意识到自己多嘴了。 他原本以为安哲毕竟是江州曾经的一把手, 如今又高升到西北,对方回来,洛飞作为现任的江州市一把, 给安哲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事。 但薛元却忽略了安哲和洛飞的关系,也忽略了洛飞的胸襟。 这时候,他压根不该多嘴,他只需把安哲回来的消息告诉洛飞就行了, 其余的根本不需要多说,也轮不到他操心。 洛飞这会的确是有些暴躁,这源于,他心里的不甘, 原本安哲的仕途都已经凉了, 却在郑国洪调来江东后又时来运转, 如今更是步步高升,调到西北后, 现在已经机身班子领导,把他甩开了一大截, 洛飞心里又岂能服气。 所以,刚刚薛元说让他主动给安哲打电话, 洛飞才会如同被踩了老虎尾巴一般暴怒。 干好你自己的事,其他的少多嘴。 洛飞心里头还有些火气,狠狠看了薛元一眼。 平心而论,洛飞对薛元担任自己秘书后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 但今天薛元说的话着实让洛飞很不满。 薛元这会同样是浸入寒蝉,不敢多吭声, 心里恨不得打自己一大嘴瓜子,怪自己昏了头。 不过被洛飞这样批评, 薛元莫名有些怨恨, 他本身就是个小嫉妒长牙字必报的人, 听不得别人批评。 洛飞不知道薛元的想法, 这回他还在气头上, 安哲也好, 乔良也罢, 这两个都是让恨得牙痒痒的人。 尼玛, 安哲对乔良那小子倒真是关心, 乔良受伤, 安哲竟然亲自从西北跑回来看望。 洛飞心里忍不住骂道, 同时又暗暗感到可惜, 要是乔良这次被打死该多好。 时间一晃到了晚上, 负责组织今晚饭局的冯运明早早来到了饭店, 为今晚的饭局做准备, 今天晚上, 他打电话叫的几个人都会悉数过来, 至于市长郭兴安, 则是安哲亲自邀请。 六点左右, 张海涛第一个来到饭店, 看到冯运明, 张海涛笑道, 老冯, 你搞啥子, 怎么突然要请吃饭了? 瞧你这话说的, 我就不能请你吃饭了。 冯运明笑咪咪地说着, 他下午分别给张海涛等人打电话时, 并没有说晚宴是安哲要求组织的, 其余人到现在都以为是冯运明请客, 也都不知道都有谁参加。 张海涛本以为冯运明只是请他吃饭, 进入包厢后, 看到冯运明订的豪华大包厢, 张海涛不仅有些疑惑, 老冯, 你今晚怕不是只请我一个吧? 订这么大的包厢? 张海涛问道, 那你猜还有谁? 冯运明笑道, 我又不是你肚里的蛔虫, 哪知道你还请了谁? 张海涛笑着摇头, 今晚要来的人不少, 而且有神秘大人物到场。 冯运明故作神秘地说道, 神秘大人物? 张海涛听得一愣, 谁啊? 老冯, 你能不能别卖关子啊? 你猜就是, 猜不出来就容我先卖个关子。 冯运明笑道, 得, 你不说, 我还不想问了。 张海涛笑了笑, 嘴上如此说, 张海涛心里还是好奇的, 而且从冯运明刚才的话里可以听出来, 晚上有好几人要来, 他对今晚这个饭局倒是有些期待了。 走到椅子上坐下, 张海涛笑着望向包厢门外, 老冯, 看来你晚上请的都是重量级人物, 就我一个大闲人, 所以我来得最早。 老张, 这话我可不爱听了, 不管大家处在什么位置, 不都是兄弟吗? 冯运明笑道, 以后可不许再说这种丧气话了。 冯运明话音刚落, 门外又传来脚步声, 这次来的是郑石东, 见张海涛也在, 郑石东笑道, 冯部长, 晚上你是请我和张主任一起吃饭吗? 不止你们两个, 还有其他人? 冯运明笑了起来, 看了看时间, 你们先坐着休息一会, 我去楼下看看。 冯运明专程下楼, 准备等安哲过来, 一会陈子玉也来了, 冯运明和对方寒暄了两句, 随即也让陈子玉先行上楼。 约莫又过了两分钟, 一辆车子开到饭店门口, 冯运明看到安哲从车上下来, 立刻快步上前, 安部长, 您来了? 他们都来了吗? 安哲问道, 来了, 现在就剩郭市长。 冯运明说道, 安哲点了点头, 行, 那我们先上去, 郭市长来了, 就让他资格上。 安哲话没说完, 冯运明看着又开来的一辆车子, 说, 曹操曹操道, 郭市长来了。 来的是郭兴安的车子, 郭兴安一下车, 就看到了安哲, 大步走上来, 高兴地和安哲握着手。 安部长,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安哲点点头, 重重和郭兴安握了下手, 走吧, 咱们进去。 三人一起上楼, 这会, 包厢里的张海涛, 郑时东, 陈子玉几人正在热聊, 看到安哲和郭兴安一起进来时, 在场的人一下都愣住, 除了冯运明外, 谁也不知道安哲今晚会来, 有的甚至不知道安哲从西北回来了。 安部长, 在场的几人纷纷起身朝安哲问好, 而后才跟郭兴安点头致意。 安哲一一同大家挥手, 都不是外人, 就不用拘谨了, 随便做。 没错, 大家都做吧, 我让服务员开始上菜了, 待会大家都好好敬安部长一杯。 冯运明笑道, 老冯, 你是想让我晚上喝趴下不成。 安哲点了点冯运明。 安部长, 难得大家能聚在一起, 晚上还不得贺高兴了。 冯运明笑道, 很快, 安哲在众人的簇拥下坐上主位, 郭兴安则是坐在安哲下手。 晚宴还没开始, 众人先行聊了起来, 郭兴安一边陪安哲说话, 一边观察着在场的人。 对于今晚参加晚宴的人, 郭兴安是有些意外的, 因为下午安哲给他打电话时, 只说晚上一起吃个饭, 并没有说别的, 所以郭兴安一开始还以为 晚上只有他和安哲两人。 但过来之后, 郭兴安先后看到冯运明、 陈紫玉、 郑士东等人, 不由感到意外, 尤其是看到众人 对安哲依然如此尊敬。 郭兴安心里 对安哲在江州的影响力 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安哲虽然挑走了, 但他在江州的影响力 依然很大。 此刻, 郭兴安心里是庆幸的, 幸亏他在调来江州前 就和安哲有一点交情。 再加上安哲还没调走前, 两人都是属于郑国宏这一阵营的, 所以两人也有天然亲近的基础, 因此, 在他调来江州后, 才能凭借着安哲昔日在江州的这些人脉, 迅速站稳脚跟。 看现在在场的人, 包括他在内, 就有四名是班子的领导, 这是足以影响江州市格局的。 郭兴安想着心事, 服务员这时候已经开始上菜, 安哲端起酒杯道, 第一杯酒我先敬大家, 第一感谢大家在我在江州工作期间内 对我的支持和理解。 安哲说到这里顿了一下, 看了看旁边的郭兴安, 当然, 郭市长除外。 冯运明几人听了笑起来, 那回郭兴安还没调过来。 安哲继续道, 第二呢, 我要感谢大家对小乔的提携和照顾, 这小子很不让人省心, 估计以后也不会少闯祸, 还望大家多担待。 安哲说完一杯酒, 直接喝到底。 众人健壮, 也忙跟着把杯中酒喝干。 喝完酒, 大家继续聊, 郭兴安显得尤为积极, 此时郭兴安已经有意识 要把安哲留下来的这些人脉凝聚起来, 虽然现在其他人也都支持他的工作, 但这里头有很大的因素是因为安哲, 所以郭兴安希望今后是靠他自己 把其他人团结在他周围, 大家凝成一股绳, 这样一来, 他在室里完全能和洛飞分庭抗礼。 就在安哲等人喝酒时, 室医院, 乔良一个人无聊地待在病房里看着手机, 病床旁边, 是乔良的秘书傅明海在陪护, 而邵宾宇, 则被乔良赶回去休息了。 昨晚邵宾宇在医院熬了一夜, 乔良不希望邵宾宇今晚又在医院守着, 而且现在傅明海过来了, 也不需要邵宾宇一直留下来照顾他。 八点多的时候, 乔良正和傅明海说着话, 病房外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声音, 接着有人从外面推门进来。 乔良抬头望去, 看到门口的人时, 乔良一下愣住, 吴惠文。 吴惠文走进病房, 看到乔良脸色不错, 看着也没啥大碍, 吴惠文原本来时的担心消失了。 笑道, 看到你还生龙活虎的, 我就放心了。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乔良疑惑地看着吴惠文。 怎么, 你当我在江州一点耳目都没有吗? 吴惠文笑道。 乔良文言恍然, 吴惠文终归是在江州干过市长, 就算调走了, 在江州这边肯定还是有一些老不下, 知道他受伤的消息也正常。 乔良转头看了看一旁的傅明海, 道, 小傅, 出去帮我买个面包回来, 突然有点饿了。 好, 我这就去。 傅明海立刻点头, 哪里不明白乔良这是要支开他, 这让傅明海对吴惠文多了几分好奇, 这个看起来十分漂亮, 眉目间却又隐隐带着几分威仪的女人, 不知道是谁, 看乔良的样子, 明显对眼前这个女人很尊敬。 傅明海不认识吴惠文很正常, 因为他才毕业参加工作一年, 在他参加工作的时候, 吴惠文早就掉离江州了, 所以傅明海并不知道眼前这个女人是曾经江州的市长, 现如今关州的一把手。 傅明海离开后, 吴惠文在床边的凳子坐下, 看着乔良, 小乔, 你这次是得罪谁了? 吴姐, 你这个问题都不知道多少人问过我了, 我也想知道答案。 乔良苦笑, 我资格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现在只能等警方破案。 警方那边有什么消息没有? 吴惠文又问, 暂时还没有。 乔良摇了摇头, 不过这么大的案子, 我相信警方肯定也会全力以赴破案的。 吴惠文点点头, 这话倒是真的, 乔良这事已经惊动省理, 江州市局现在承受的压力也不小, 肯定会竭尽全力破案。 没再问这事, 吴惠文打量着乔良, 看到乔良躺在病床上, 吴惠文多少还是有些心疼, 叹了口气, 小乔, 你可真是让人有点不省心啊。 吴姐, 你这话, 安书记今天也才对我说过。 乔良无奈笑笑, 心说不是他让人不省心, 而是事儿老是要主动找上他。 吴惠文听了, 笑问, 老安今天给你打电话了。 不是, 安书记回来江州了, 上午回来的。 乔良答道, 老安回来了。 吴惠文愣住, 随即看着乔良, 老安是专门为你回来的吧? 嗯, 安书记是专门为了我的事回来的, 也带了廖书记的问候过来。 乔良点头道, 老安对你确实是够关心的, 还有廖书记, 他还能惦记着你, 小乔, 这可是你的福气。 吴惠文说道, 我知道。 乔良点点头, 两人说着话, 吴惠文又半开玩笑道, 老安回来了, 竟然没给我打电话, 看我回头不找他算账。 安书记应该会待一两天再走, 吴姐给他打电话还来得及。 乔良笑道, 吴惠文点了点头, 并没有真的就立刻给安折打电话, 他今晚主要是来看乔良, 给安折的电话可以回头再打。 这期分享到这了, 下期继续吧。